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 我们今天继续读《红楼梦》这本书 好,我们现在开始 那薛盘三杯下肚不绝望的琴 拉着云儿的手笑道 你把那梯以新样的曲子唱歌唱给我听 我吃一坛如何 云儿听说只得拿起琵琶来唱道 两个冤家都难丢下 想着你来又记挂着他 两个人形容俊俏都难描画 想左销幽七私钉在图价里 图什么价 一个偷琴一个寻拿 拿住了三槽对岸 我也无回话 唱笔笑道 你喝一坛子罢了 薛盘听说笑道 不值一坛 再唱好的来 宝玥笑道 听我说来 如此赖淫 一醉而无味 我先喝一大海 发意心令 有不尊者 连伐十大海 逐出席外语人争酒 冯子音 蒋玉涵等都道 有礼 有礼 宝玉拿起海来 一气饮干 说道 如今要说杯 愁喜乐四字 却要说出女儿来 还要注明这四字缘故 说完了 饮门杯 酒面要唱一个新鲜石样曲子 酒底要席上身风一样东西 或古诗 酒队 四书 五经 成语 薛盘未等 说完 先站起来 难道 我不来 别算我 这竟是捉弄我呢 云儿也站起来 推他坐下 笑道 怕什么 这还亏你 天天吃酒呢 难道你连我也不如 我回来还说呢 说是了 罢 不是了 不过罚上几杯 那里就醉死了 已如今一乱令 倒喝十大海 下去争酒不成 众人都拍手到庙 薛盘听说无法 只得做了 听宝玉说道 女儿杯 青春以大手空归 女儿愁 毁叫夫婿 蜜蜂喉 女儿喜 对尽成装 颜色美 女儿乐 秋千架上 春山薄 众人听了都道 说得有理 薛盘独扬着脸摇头说 不好该罚 众人问 如何该罚 薛盘道 他说的我通不懂 怎么不该罚 云儿便拧他一把 笑道 你悄悄地想你的吧 回来说不出 又该罚了 于是拿琵琶 听宝玉唱道 滴不进相思血泪抛红道 开不完春柳春花画满楼 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 睡不稳 沙窗风雨黄昏后 忘不了新仇与旧仇 厌不下玉丽 精纯 夜满喉 照不见 菱花 敬礼 情容瘦 展不开的眉头 挨不明的根漏 亚 恰变似遮不住的 青山 阴影 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唱完 大家齐声喝彩 读薛盘说五百 宝玉饮了门杯 便 拈起一片梨来 说 说道 雨打梨花山壁门 完了令 下该冯子音 说道 女儿杯 儿夫染病 在垂危 女儿愁 大风吹倒 梳妆楼 女儿喜 投胎养了 双身子 女儿乐 丝向花园 涛蟋蟀 说币 端起酒来 唱道 你是个可人 你是个多情 你是个刁钻 古怪 鬼精灵 你是个刁钻 古怪 鬼灵精 你是个神仙 也不灵 我说的话 你全不信 只叫你去背地里 戏打听 才知道我疼你不疼 唱完 饮了门杯 说道 鸡身毛定月 令丸 下该云儿 云儿便说道 女儿杯 将来终身 只靠谁 薛潘叹道 我的儿 有你薛大爷在 你怕什么 众人都道 别混他 别混他 女儿又道 女儿愁 妈妈打骂 何事休 薛潘叹道 前儿我见了你妈 还吩咐她不准 还吩咐她 不叫她打你呢 众人都道